考新史在浙纳球队效力 现在是不是又混到快船了 还是哪了 考新史是一点用没有 因为考新史打到机会赛是毫无潜力可言 基本上常轨赛勉强顶一顶 好像说还有一些数据 那绝对是空有数据 我感觉考新史没有必要 继续说什么在MBA戳脱岁月 跟这混什么劲 在MBA联赛你相关的什么培训 自己雇用训练室 都是大把的美金 你现在还有多少美金 恐怕兜里挺干净了 现在考新史 生活也没有那么惬意了 现在的考新史无论到哪 穿着打扮 以及他这样一种言谈举止 透露出来的这种底细 严重不十足了 说明啥呢 钱也花差不多了 有可能 现在之所以还在MBA联赛当中混 主要是为啥呢 别谈什么追逐梦想 这玩意都是扯 你这个身体情况了 双腿都是遭遇这种这个重赏了 你还谈啥追逐呢 你能继续成为一支球队的中流礼柱 能够重返全民性行列 这不吃心妄想啊 这个阶段当然你得讲啊 考新史这种努力 希望他能够有所收获 但是呢 我感觉真说基于现实角度 理性判断的话 来西边打吧 你整个直接上 你再在MBA混几年 以后西边都不要你了 你已经三十来岁了 是不是 你也不是说那么年轻了 一零年路进入的MBA呀 现在岁数不然太小了 在MBA继续再混这么两年 完了 届时三十四五 想再来西边捞几 没有球队再热要你了 因为你毕竟是双腿遭遇这种级别中场 我判断考新史 哪怕是在第一级别联赛 比如说西边 也就还有这么两年左右的职业受命了 你得抓住机会赶紧来挣钱吧 在MBA你根本挣不了钱 现在签的呢 都不是底薪 一般来讲都属于是那种边缘人签的合同 底薪他都混不上 混个底薪的乐口腔 这是现在考新史的 这能挣几个钱呢 来西边据说他都是税后的手 对不对 你比如说之前史蒂芬森呢 三百万美金 这是税后计算 因此你还是来国内吧 当然他是美国籍 你回去之后还得交这个国税的 当然你周税不就不用交了 对不对你不是在那个周遇这个交的税 所以这么的算呢 你在西边还是划算 而且在这能挣一份挣八景相的合同吗 发挥一下娱乐 如果说你现在来西边之后 发现的确实好用 因为考新史其实在西边呀 他还是挺具竞争力的 可以消防早些年间的布拉切 布拉切后来就是体型发福呢 他都尚且挺能倒 在这个新疆队体系之下呀 最终夺得冠军呢 他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考新史还是来西边 在NBA真是没有必要再继续坚持了 有啥用呢 各自球队基本上都是不拿正儿看的了 拿你来一来呢 就是顶多临时填补一下 季后赛呢 你是会找到 包括队友和主教练的嫌弃的 第一三下四 大气不敢喘呢 裁判在说给你吹一个技术犯规 当时焊下来了 因为啥呢 都里没钱了吗 他也不那么擅长理财呀 现在这个不行了考新史 挺悲惨的混的 来西边吧 留什么安边的